一个城市能举行夏季和冬季奥运会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事情 那么在这方面也能激发了这个城市的它的自豪感 那么人们知道它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 也是对世界和平能做出贡献的城市 在这方面也对于体育运动的普及和青少年 他们的健康的成长都会有潜移默化的长久的这样的作用 那么所以呢这次呢这个冬奥会还在举办 我想它一定会获得圆满的成功 所以大家回去准备吧 那个有小孩的考试题目可能要考冬奥会了